秀林香水源村公墓新建那谷墙工程设计说明会 25号晚间是在水源村举行了 秀林香公所殡葬管理所的所长林佳文也邀请到顾问公司进行说明 针对那谷墙整体外观设计图腾样式还有那谷柜的规格 向族人来说清楚 经过讨论之后设计内容必须进行小幅度修正 并且在10月7号要举办第二次的说明会 水源公墓新建那谷墙工程设计说明会 晚间是在水源村村办公处举行 秀林香公所并占管理所所长林佳文和农文 并且邀请公文公司这对那谷墙的设计内容进行说明 主要们可以说是提出相当多的建言 经过一个小时的讨论 内容必须做小幅度的修正 水源村长洪明辉 修行下面代表邱辉音表示 设置那谷墙已经迫在没销了 也希望大家能够配合公所的政策 早日解决目的不足的问题 所以我也希望说这个时候 大家在讨论的时候 我们尽量就是希望说 能把它讨论完成 然后把它给它发包出去 因为现在是真的买结 是因为我们12月以前 到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发包成功 因为你有时候在 在我们在整个程序的时候 可能也会碰到一些问题 大概又会掩托一点时间 所以我都不希望说还会再碰到问题 所以希望说我这次 像我这个剥落的那些说明会 我也希望说大家取得共识 赶快去做一个决议 那到时候12月底以前 如果说我们没有发包 最没有做的时候 这个钱都要退回去 明年如果再要申请的话 可能我们要再走一个程序 可能时间又会慢 所以也谢谢你们都有来参与 这里我们在选择的部分 那我希望在第二次订案的时候 第二次的说明会 我也希望说大家也来听听看 来看一下我们大概选的 他们还会再做一些他们设计的给我们看 那我们知道说 只要我们决定 第二次定案决定好了 那我们就直接他们就会 公所就会去做一些 他后续的程序 今天没有来参与会议的 我希望说 我们上到沙发 隔壁邻居讲一下 我们的样式都选好了 只是要修正而已 我们要先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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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拖拖拖 就要去山站 你看基地 我们这个本人就去基地了 山站是取决之后 也不得了 所以说我们应该是给他拖 才对 我们不要再拖了 再拖下去了 这个 他就去河岸飞党 大家都知道 我们那个 顶热厂的地方 就是这么大而已 我也想 我也跟佳文讲 想多改一些 多改个一两台 生命的办法 就是 你这个人要跟他认 对吧 你们要稍微看下 很幸福他们 很幸福 区乡公所并上管理所所长 林佳文表示 为了慎重几十件 那股墙整体设计规划内容 必须和所远村人 说明所有的设置内容 说明会上 主人们可以说是 发言相当踊跃 参与度可以说是相当的高 也展现主人们 开始重视 仙人安置的问题 记得喜欢我们 喜欢我们的老